一個下任的行政長官是得李家超一名候選人 這件事如何評論呢 大家知道4月6號開始就是行政長官參選的正式的提名期 5月8號就是這個投票日 以往歷屆行政長官的選舉都是早半年,早四五個月就已經有人出來跑馬仔 但是那時候的跑馬仔就是說他們是要在這裏爭取中央的祝福 在跑馬仔過程當中爭取中央的祝福 但是現在就調轉來了,其實就是得到中央的祝福他才出馬 所以就為什麼一直到四月六號提名期開始 然後才第二日有一個李家超就是現任的政務司司長出來宣佈辭職參選 這件事我們不要忘記大背景,大背景是什麼呢? 是在前年六月三十號出動了港區的國安法在香港實施 去年三月三十號,人大常委會又作了關於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 去年十月十一月,一千五百人的選舉委員會和九十席的立法會 已經實現了清一色的愛國者治港 亦都等於1918年列寧所說的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 那個翻版 在這個大背景下,所以其實下屆的人選都不用選了,更加不用競爭了 基本上就說在中央實施全面管治權的情況下,就由上頭決定誰就是誰 所以到四月六號提名期開始的第二日才有李家超出來辭職來參選 其實這件事很多香港市民如先是意想不到的 因為一個月之前三月七號兩會期間負責港澳事務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常務副總理韓正 才去講過下任香港行政長官有三條的要求 一,就配合國家整體經濟的發展 二,就要解決香港深層次的矛盾,包括那個房屋居住問題 三,就要維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講這三條的要求 這個韓三條出來的時候,大家都想不到 怎樣這三條可以跟一個武將,跟一個陀鐵之人出身的人掛上套 但一個月之後,結果出來的是李家超 所以很多人覺得整地眼鏡,想都想不到 其實呢,想不到當中,其實就應該想到 想到是什麼呢?就是中央裡面,那個全國一盤棋 他對整個國際形勢的判斷,和對今後那個國家的應對 在戰略方面的應對策略呢,是息息相關的 大家知道,中央在以往的時候呢,是認定 當前世界的主流呢,就是和平與發展 那根據和平與發展的時候呢,我們就配套 我們各間搞改革開放,實行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建設 尤其當年呢,鄧小平在1979年的一月底 就是中美建交之後呢,去訪問美國 那時候就提出過,中國對外關係,最重要的是對美關係 中國對外開放,最重要的是對美國的開放 所以,這條思路以來呢,過去那四十幾年,中國改革開放 由一個一窮二白的鑑魚裏面呢,就 在過去,中國作為世界工廠來講呢,和聯合國 一百九十幾個五元國當中的一百二十個國家呢 我們中國是他們最大的貿易國,和七十幾個國家裏面呢 是第二大貿易國,所以中國今天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呢 就是和中美的關係,那個合作的狀況 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合作狀況 這個是息息相關的 但是呢,近年來,近年來呢 由於在根本價值觀方面的分歧 和在貿易方面的磨擦 以及地緣政治,地緣經濟方面的衝撞 所以就,現在在內地呢,有一種意見 這種意見呢,就是在那個三月三十一號 有一位叫李光滿的那些大陸的那個網紅 他就寫了一篇這個文章,就是國策 國策,就是這個中國應對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全面戰爭的十九條措施 當中他就斷言,就說呢,中國和美國的關係 和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關係 今後呢,就是這個對抗,脫勾,衝突,甚至戰爭 這是主要態勢 就是,換言之 他這個說法就說 現在世界的主流呢,不是和平與發展 是要做全面戰爭準備 那他這種思維 他這種觀點 是他一個網紅 是從高狼式的蠔叫呢 還是得到中央一些高層裡面的認可呢 因為去年的那個九月二號呢 又是這個李光滿曾經發表過一篇 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正在進行 這篇文竟然間同時得到三十幾個 包括中央媒體在內的網絡的同時轉載 一時聲勢之大就轟動全國 那這篇文竟然是類似第二次文革的 要回到閉關鎖國的 亦都是說要搞這個全面的戰爭準備的 所以就是說 結果他在三月三十號這篇文章所講到的 就說 未來中美關係那個衝突 脫鉤甚至戰爭應該是成為主要的態勢 這個結論就代替了和平與發展是世界主流的看法 所以以他這些說法 就算是他投其所好想著揣摩上意寫出來的也好 或者是給某些領導層裏面所接受的也好 基本上我們看到這個思維底下的一些造作 第一我們要去看 二十四號 俄羅斯赤裸裸侵略烏克蘭 然後提出把俄羅斯的核威懾力量提高到特殊的戒備水平 公然對人類的生存和世界的文明提出了核鵝詐核威脅 乃至到前幾天所爆出來的在布查鎮 乃至博羅江卡所發生的俄購屠殺平銀 那些鐵證公告出來之後 到現在中國的外交系統依然都是強調 中俄的關係發展無止境 中俄的合作是無禁區 一路到現在他們都是沒有用侵略來定性俄羅斯的行為 亦都沒有用譴責來表決 相反在4月7號聯合國特別大會裏面 將俄羅斯踢出人權理事會的表決當中 有93個國家是贊成對俄羅斯加以這個懲罰的 但是有24個國家是投反對票的 這24個國家包括了俄羅斯、白俄羅斯、中國、朝鮮等國家 所以很明顯來說 包括了在3月30號在安徽的頓溪 那個叫做阿富汗鄰國外長會議的時候 俄羅斯的外長拉夫羅夫和中國外長王毅見面的時候 王毅更強調中俄的關係 經受了國際豐盟變幻新的考驗 這個所謂國際豐盟變幻新的考驗 就是指俄羅斯侵入烏克蘭 我們合作的根基更加牢固 我們合作的決心更加增強 中俄兩國要在兩國元首的共識的引力下 發展到更高的水平 這些就是向全世界講明 我們對俄羅斯的抱團取暖是不會變的 雖然在他的外交場合的表述 就說中國對俄羅斯侵入烏克蘭這件事 他們是很中立的態度 但是你看看國內的輿論場 是一邊左右為普京大帝喝采叫好的 是為他們的侵略行動搖旗立喊的 是為他們的核俄債雷鼓作威的 甚至是為了暴查慘的那件事 竟然是為俄羅斯洗地辯護的 你看看他國內的輿論場的傾向 你就知道作為俄羅斯侵略烏克蘭 這件事情是檢驗各個國家的 是非觀 道德觀 價值觀的一個士金石 所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他自然就看到中國的價值觀是怎樣 所以在未來的日子裏面 他肯定是政治上跟你劃清陣營 經濟上跟你逐漸脫勾 外交上對你孤立制裁 和軍事上對你進行圍堵 中國看到這種狀況其實就是兩樣的 要不就調整政策 回到鄧小平那時候 真真正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不要再搞意識形態那些 什麼社性知的爭論 在外交上要韜光養晦絕不當頭 除非是這樣 否則發展下去就變成 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肯定藉著中國在俄羅斯侵略 烏克蘭問題上 它會對你逐步施加壓力 甚至乎到頭來 所以五六千項對俄羅斯制裁的一部分 或者全部就會連帶加到中國身上 所以蘇國看到這件事 他和俄羅斯這樣的不是盟友 性似盟友 其實很明顯 等於李光滿所講的 是為全面戰爭做準備 第二個我們看到中國在兩年多來的抗疫 很多時候堅持著動態清零 採取封城封關 停產停業的措施 比如當初武漢封城 後來西安封城 現在連2500萬人口的上海都實行封城 很多人就不明白 為什麼世界很多國家已經採取了和病毒共存的政策 為什麼中國還要搞封城的舉措呢 他們不知道所謂的封城 是我們去形容的 實際上很多時候內地的黨政機關 就說這種狀態是戰時狀態 也都為全面戰爭做準備的一個預演 一旦發生大規模的戰爭的時候 當然要加強管控 所以這些所謂現在防疫抗疫裡面的 封城封區封路停產停業的東西 實行計劃經濟一樣的物資的供給 這些就是為到時的致時狀態服務 所以這個也是認了所謂的那個全面戰爭準備 要準備打仗這些舉措 然後第三呢 我們看到 近年來解放軍的軍機 很多時都越過台海的中線 對台灣進行抵禁的偵察和示威 甚至乎日前傳出了美國眾議院長佩洛西 準備要訪問台灣 胡錫進人就直接主張解放軍機 直接要飛臨台灣的上空 要設立禁飛區 怎樣怎樣怎樣 這些也都是很明顯的 準備為武統台灣做準備 所以就說 你從上面這幾樣東西 對俄羅斯侵攻的態度 防疫抗疫的封城 和對台灣武力的示威 這些東西都看到 北京近年的取態 已經是預了要和美國為首的 西方國家裏面去斷勾 去走的是對抗的 甚至乎準備戰爭 做這方面思想的準備 所以如果明白了這個大勢 你就知道所謂江舉牧章 既然北京它最高層近年來的思維 是認為和平與發展不是當代世界的主流 而是要準備全面戰爭 要準備打仗 所以找一個駝鐵之人李家超出來做下任特首 配合到時很快去可能出現的戰時體制 因為香港是世界四大良港之一 深水港 又靠近台灣 所以一旦在二十大之後 未來的五年要武統台灣的話 香港也可以隨時成為對台作戰的軍事平台 那時候有個駝鐵之人做特首的話 就更加容易去配合到時可能出現的軍事管制 去配合中央對台裏面武統的方針 所以就說既然北京是感覺到國家安全方面 一個空前的危機感 為了應付國家安全的危機感 是做好前面戰爭的準備 因此很自然就維穩壓倒一切 既然是維穩壓倒一切 穩定壓倒一切的時候 當然所謂的改革開放也好 一國兩制也好 國際金融也好 中心也好 這些都放在次要的地位 因為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我們聽得多 革命的根本問題就是政權問題 有了政權就有了一切 失去政權就失去一切 所以這就是共產黨的思維 變了在國家安全壓倒一切的時候 政權的安全是最突出的 所以他在香港作這樣下任特首人手的部署 找紀律部隊出身的人 這些人就是服從性最強 紀律性最強 還有來說 比較講求效率 講求結果的 所以李家超今天下午2點半的記者招待會會提到 是以結果為目標 以結果為目標這句話是什麼呢 就刻刻對AO黨裡面的民官政府 朱鴻基所批評的 以而不決決而不行 一個無形的批判 所以就說 以結果為目標 追求一個效率 追求一個結果 真的要做實事 這個是可以從正面去看 是這樣的看法 但最重要的就是 放李家超出來 這個人本身跟經濟 跟民生跟金融 不是有這麼直接的交集的 但找他出來的時候 刻刻講明了 北京對今後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他是做了關係決裂 甚至乎脫勾 乃至發生戰爭 是做這方面的準備的 如果大家從這個大局官裡面 有了這樣的認識 就會明白 毛澤東所講的 政治路線確定之後 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 所以安排李家超這位幹部 做下任特首 就服從他上面 做全面戰爭準備 要準備打仗的 那個政治路線